每年夏秋之季 屏東海生館會陸續為館內海洋生物 如海豹、企鵝、白鯨等 安排系列超級詳細的健康檢查 包含靈魂痔瘡眼睛的部分 希望提早預防病變並提早治療 屏東海生館為了提供生物更好的照顧 我們的施育員除了每天會觀察 他們的精神、射食狀況及外觀是否異樣之外 因為有些病徵是無法透過肉眼直接觀察到 我們都會安排更詳細的健康檢查 由於在健康檢查前 為了讓館內的海洋生物熟悉儀器的操作 因此都會先模擬將器材滅落 讓生物熟悉也變相的成為館內的另類景象 健康檢查前 館內的受益會和施育員 在平常的餵食環節就先加入 相關的醫療器材模擬檢查當天的狀況 這麼做的目的 是為了讓生物先習慣醫療的儀器 以及檢查的相關操作 這麼做能夠避免生物 會因為緊張而造成的緊迫現象 檢查的過程中受益也會適時的注意生物的狀況 確保其生物的舒適度以及安全 然而每年的健康檢查期間 也迎來海豹的換毛期 此時海豹身上會出現一塊塊大小不易的黑斑 這個時候特別會看見與平常不一樣的海洋生物景象與現象 海豹每年都會換毛 最近正好進入換毛期通常會持續四到五週 這段期間海豹的皮膚溫度會比平常還要高 幫助毛髮脫落與再生 且換毛的時候為了緩解不適 甚至是加速落毛 也會頻繁出現搔癢及磨蹭等行為 因為換毛期間的海豹食慾會降低 所以在換毛前 私域員會增加平常的餵食量 讓海豹能夠提前儲存足夠的熱量 在私域員照顧換毛海豹同時 平東海生館也特別推出限定解說 每天的上午10點下午2點半 安排兩場次 為遊客進行海豹解說 更深度了解海豹生態習性 認識海洋生態與奧秘 記者不聽張志豪採訪報導